你的名字叫Andy,我姓歐 我公司主要是做Hotel Supply的生意 我們1986年6月6日入行 一直這麼多年 我們都是服用香港的酒店、會所 餐飲行業的朋友供應他們這些餐具 譬如瓷器、刀叉、杯、水晶杯 或者其他配套 我們一直這麼多年都沒有做過零售的生意 接下來是聖誕節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就算朋友在酒店、餐品裡 看到這些產品都很喜歡 這次聖誕節 我們為了明報讀者 我們預備了一些精緻的禮物 希望在聖誕節大家可以開心些 一些我們以往賣得較為很受歡迎的禮物 希望明報讀者可以看到 他們可以留一個好的聖誕節 今天主要跟你說其中一些我們的產品 一個就是意大利的牌子Mapper 這間廠是比較新潮的 做得一些東西 以及比較前衛 他們都很著重在設計和質量 以及Mapper這個牌子 他們經常會跟一些不同的設計師合作 好像早兩年 他們跟一個相當出名的設計公司合作 這個設計師其實他本身 出名不是做餐具 他出名是做設計車 他的名字叫Pinner Farina 他現在主要是設計過法拉利汽車 一做出來之後 他們也馬上拿到了 叫做Red Dog大獎 就是一個歐洲設計獎 在前兩年收到這個設計 然後很幸運做到一個項目 在香港當時來說 都叫做幾有名氣的項目 那個叫做K11 Artists 這個就是一個服務室 他不認識來一間酒店 但當他們一收到Catalog 看到這個Pinner Farina的設計 他們覺得這個設計相當好 而且很適合他們的設計風格 由於我們除了做不鏽鋼 客人要求我們用一個電導的 PVD黑色的效果 因為PVD是一個新的電導技術 需時是相當長的 後來廠方都跟它講得到 後來做 所以現在K11那裡 他們是在用我們的Pinner Farina的鍋 以及一些黑色的刀叉 我們除了K11之外 我們另外跑馬地馬會新的會所 我們也很榮幸能夠做到 他們一些不同OLED的 撕扒刀叉的顏色的刀叉 我們做了其中一款 就是幫他們在Food Club做一個金色的刀叉 另外我們有一套 就是做了另外一個OLED 都是用黑色的 不過是用到另外一個鞋棉 做了出來 就是在其中一個中菜那裡用的 MIPPER這間廠 一向他們做的不鏽鋼要求相當高 他們一定是用一個酒店標準的物料 不鏽鋼的物料 18-10 這是我們一個專業的統稱 而鏡鋼的刀叉 一般都比較受歡迎 在市場那裡 因為比較亮一點 效果比較高貴一點 而另外 不鏽鋼的刀叉 我們覺得這個刀叉 較為剛才我提到的PVD 我覺得比較實用 因為MIPPER做PVD 成本是相當貴的 差不多價錢 如果我們不鏽鋼和PVD的顏色 差不多欠四倍價錢 聽到人們都會抹大聲 為何欠這麼遠呢 因為如果我們做PVD的電鍋 如果有一粒塵 那個製成品 都要WIGHT OFF 都不可以加尾下人 因為已經是有一點吃了下去 所以他們的產能太少 而今次我們都是 明報讀者 我們都希望能夠 又看看我們不鏽鋼的選擇 亦都有PVD的選擇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介紹的產品 是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上去明報的網站 Power Up Store 去可以瀏覽到我們公司的產品 希望你們喜歡